只要我们认真念佛 就可以消除我们的罪恶 堕胎这是一个很重的罪恶 那么我们好好念佛 一心求往生 假如寿命没到 那么我们的病就能恢复 假如寿命到了 我们就往生 更好 我们巴不得早点往生 你要有这个心 即使病好了 也不可以留恋时间 留恋时间了 业障又慢慢增长 所以总是要保持我们的出离心 不退 在逆境里面出离心往往会很强 在顺境里面出离心就会减弱 这是我们众生的根基就是这样 这是麻烦的 所以怎么办呢 多听经 多听老师的提醒 这样把我们的警觉心 出离心的提起来 就不至于迷了 那么现在 你这发心很好 病好了 医药费全部布施三宝 那么你布施三宝了 你这医药费 也不需要用 那你就肯定就不会有病 这如是因如是果 你要是把这医药费节省下来 那将来肯定有病 它有花的时候 它肯定要有用 你把它用掉了 那它就不会花到医疗上 那么这个堕胎 这个罪业造了 跟这个众生结了愿 而且是很深 很深的这个愿 那我们常要 常常要超度它 现在想要求此 求观世音菩萨 赐子 那你有这个发心 可以去求 但是呢 我们求的时候 不要去执着 因为执着 就是烦恼的根源 比如说 有希望 就会有失望 你是希望啊 有一个好儿子 那万一这儿子不懒 不是好的怎么办 他来抱怨的怎么办 万一是你堕胎的那个人 他又回来了 找你麻烦了怎么办 那你也得逆来胜受 你不可以说 我求观世音菩萨了 怎么 送来的还是这么糟糕 不可以这样 所以当初起这个念头 这个要注意啊 因呢 要纯正 我求观世音菩萨 我用我亲近心去求 用我真诚心去求 真诚心里面 不附带条件 不附带执着 这样子求来的 那是你的好因缘 那么求来的 不管是啊 如不如意 都要欢喜接受 哪怕是不如意 也是你的好因缘 为什么呢 逆增上缘 观世音菩萨送来一个逆增上缘 鞭策你 上进 也好 所以顺的逆的 我们不要去分别执着 既然起了这个念头了 你就不妨去求 但是呢 把执着放下 依然呢 不能够啊 忘记秋生净土 因为我们虽然病好了 但是难保将来没有病 现在不死 将来也肯定要死 这个大事 不能忘掉 所以这是 实际禅士同修的 所有问题 我们呢 就讨论到此地 下面呢 是 这个 网络啊 同修们的 来函 尊敬的中博士 您好 我有时间 就听老法师讲经 听修行座谈会 行为自然就不断地随着经教改变 同事们都在追逐明文立养 我却在内心里暗示自己放下放下 最近同事们都说 领导在大会上要恕我为劳模 我实在不想当啊 我不愿说我在念佛 可我心里真想求生净土 老实念佛 因为我还没有开悟 这个不想啊 我只想做 这样做对吗 这样做非常对 非常难得 每天 我们都啊 跟经教啊 在一起 就不离啊 圣贤的教会 每天我们都 发愿 求生净土 念阿弥陀佛 这就每天跟阿弥陀佛 跟连池 诸上善人啊 在一起 这个日子 多好了 那真的是我们师父上人常说 人生最高享受 那个不是单位的劳模啊 这一个称号啊 带来的这些快乐可以比的 那些世间是明文立养 对于明文立养 我们不要执着 没有贪求的心 这个就行 但是如果呢 这个同事领导 非得让我们当 那也可以 横顺众生 这个也不必让他们生烦恼 拼命拒掉了 他们生烦恼了 这也不好 所以我们呢 心里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贪求 没有任何执着 那么他来与不来 这个不碍事 不来是更好 来了 我们呢 就小心谨慎的防范 注重自己念头 不要迷 这就没问题 最怕就是迷 所以这个只要每天呢 听经 念经 念佛 跟佛法 在一起 这个就不太容易迷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给我们提出要求 有这个条件 每天你要能够八小时听经 八小时念佛 那你想想 你怎么会堕落 不可能了 下面 这位同修 他提问是 现代人呢 三餐吃肉 外遇堕胎 不幸因果 恳请您 在讲完文昌帝君 英志文后 续讲 《安氏全书》中 万善先知 玉海回狂 以及西归直指 并介绍欧美最新 轮回 临眉现象等案例 以警惕世人 恶有恶报 不敢胡作 不敢胡作 非为 感恩您的这个期请 这个您提的这个《安氏全书》 后面的三个部分呢 确实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讲这个文昌帝君 就是用安氏先生的广义节路 来依据 讲得很详细 讲到现在 讲了三十多个小时 才讲到第十五句 总共七十八句 所以呢 这个细细的去讲 这个很有帮助 为什么呢 这个 有这个长时间的熏悉啊 确实我们对因果 有深入的体会 因果能够深信不疑 那我们人就变样了 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你想想 要真身信因果了 你还会干坏事吗 你还不肯断恶修缮吗 凡是不肯断恶修缮 还不是真正相信因果 这因果 道理很深 这个文长帝君音质文 我们讲的 这个 用不同的方面 来学习 这个因果 因果有三世的因果 前生后世 这个报应 有现世的因果 现在作恶 你马上有这个报应 他有这个心地的因果 你起心动念 你会有果报 我们刚刚学的这个 陈希仪心相片 这是讲心地因果 所谓相由心生 相由心转 人的相貌 和我们的命运 是果报 心事 因 心地因果 那华言经里面 讲的这个因果 就更圆满了 讲五周因果 这个究竟圆满的因果 就是念佛是印 成佛是果 所以这个安石先生 讲到最后 西归直指 这是讲最后的这个 大因果 念佛是印 成佛是果 劝你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整部安石全书 都是讲运果 万善先知 万善先知 劝戒杀 玉海回狂 劝戒淫 所以淫杀 两种恶业 最严重 所以安石先生 专提出来讲 所以这一部书 确实是 很完整 无怪啊 印光 祖师 圣战这本书 说它是 善事第一奇书 你要救世 这是最佳的教材 第一奇书 说周安氏先生 如果不是佛菩萨 再来的 印族老人家 不相信 换句话说 他肯定 周安氏先生 是菩萨再来 来度化众生 英之文 确实好 我自己在这里面 也得到很大的受用 一起学习 这个确实有好处 那么这望善先知 玉海回狂 以后有机会 我确实也 乐意 跟大家一起学习一遍 那么下面他说 墨学在此想请问您一件有关附体的事 请您开始 数年前一个晚上我准备救起 突然一股很大的力量就进入我的身体 但是呢 被挡住 是否有冤亲在主 要复身 但是没有成功 不明 所以然 感恩您的开示 这种现象很可能就是附体 但是呢 他没有进来 没附上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生中 冤亲在主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要超度 给他念佛 诵经 自己断恶修缮 来回向给他 让他也一起念佛 往生净土 不要搞冤冤相报 那么自己真正持戒念佛 您会有护法身 您有佛菩萨照顾 您不用害怕 你冤亲在主 他不敢干扰你 怕就怕我们自己 不是真干 弄虚做假的 骗人可以 骗佛菩萨骗不了 骗护法身骗不了 你不是真干的 他不来护你 护法身是护法的 他不是护人的 谁真干 他就护谁 某一天他不真干了 他堕落了 护法身就走了 这个 悟达国师的例子 我们都晓得 悟达国师 从汉朝 之后 做了十世高僧 冤亲在主 跟着他 他过去在 皇帝面前 静禅言 害死了曹措 这曹措怀恨在心 跟着他十年 十世 结果呢 因为他 修行 有护法神 护者 他进不来 等到有一天 他做了国师 皇上赐给他 一个沉香宝座 他就起傲慢心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好了 完了 这一念 傲慢 护法人就离开了 这个冤亲在主 就进来了 在他膝盖上 长出一个人面疮 人面疮还会说话 真就是一个人头的样子 还要吃东西 还要看戏 说他自己就是 过去生中 曹措 现在来报复 所以啊 这个 把这个 悟达国师 当时折磨的 死去活来 几乎丧命 后来啊 蒙加诺加尊者 用慈悲 水颤了 化解这个怨恨 那现在我们念的 这个 参加那个 慈悲水颤 这个颤仪 就是当时 悟达国师祖 从这些 先例 我们可以看出啊 如果不真修 麻烦很大 那累劫 累世的冤亲在主 找上门来 真是不好对付 但是你要真修呢 你就不用害怕 把自己 身家性命 一切交托 给佛菩萨 那你 必定是菩提道上 一帆风生 下面呢 一位居士提问 他讲了 他有四个问题 第一 最近墨学 听了您讲的 孝经 开示 十分感人 以前对孝敬父母 没有认识 净空老法师 在讲经中 曾说 知难行义 墨学 特其请 钟博士 慈悲 为大众 把佛说 父母恩重 难报经 讲解一遍 并结合 现代生活 与修行 谈一谈 您的心得体会 从而 启发 现前大众 能知恩 报恩 发自内心的 孝亲之心 同时 墨学也希望 钟博士 慈悲 把诸子 至家 可言 古文 观止 常理 举药 礼运 大同篇 等经典 有时间 讲解一遍 使社会上 不同人群 都受益 也希望通过 传统文化的教育 让世界更和谐 美好 是否可以使 钟博士解答 这是感恩 这位大德 这个错爱 对于孝经 有这样对我的鼓励 那么 孝道 确实是 德之本 教之所由生 学习圣贤教育 要从学校到开始 那么 孝经 我们过去 讲过 四十个小时 是今年讲的 这个 可以 拿来作为参考 那么 我们学习 不管学习 多少经典 重要的是 落实 如果能够落实 学的即使不多 但是受用 也很大 那么您 希望 说将来 把佛说 父母 恩仲南道经 讲一遍 这个 要看看 因缘 乃至后面 讲的 这些 不同的经典 都是很好的经典 但是呢 这个 也要看看 我们讲课的 时间安排 墨学师 有这个愿 希望把 太上感应评 汇编 把它细细 也讲一遍 这个是 因果教育 很重要 那么以后 有时间 可以跟大家 一起学习 但是自己呢 这也是师父上人的 提醒 鼓励 这是我在 刚刚 辞掉工作以后 2007年 去年 一年呢 都在香港 佛陀教育协会 练讲 讲了一年时间 还没开讲之前 就是刚刚 把澳洲的 这些工作 辞掉了 这个房子卖了 东西都收拾了 回到了 这个国内 这有一天呢 师父上人 就给我来个电话 他当时 他是通过 胡居士 转大 他说 这个 希望啊 我将来呢 可以赴讲 花艳经 那我自己 对于 这个学华言呢 是非常感兴趣 那师父上人 这个理念 教学的理念 跟大家讲的 很清楚 就是啊 三年杂梗 十年 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我自己 看看我自己的时间 2007年 一月开始 过去不算 06年之前 也曾经 有在 讲学 过去学的 听经 学佛 学了十几年 那个 我们不算 从头学习 07年 一月 开始计算 到现在 将近两年 我的目标 是再有一年时间 到09年 年底 那我们这当中呢 一边落实 一边学习 边学边落实 就是把三个根的这些教材 都好好的学一遍 师父提倡的 弟子规 我讲过三遍 两遍国语的 一遍是粤语的 两个不同版本 感音篇 讲过三遍 那讲过四遍 这个 现在讲文创 帝君 阴志文 另外呢 这些辅助的教材 十三一道经 我们也讲过两遍 这个 孝经 这个阴志文 了凡四遍 于静一公 于赵神记 地上经 中风三十系念 那么这些经典 都是很好的辅助教材 帮助我们 断恶修缮 破灭开悟 转翻成圣 我们这三年 就我自己 好好的深入学习 我曾经请教过师傅 我说 讲这么多 算不算家长 师傅告诉我说 这些不算 因为这些都是大基础 如是道的 这个根 你得找好 古人 要学华言 那他的根 都已经很具备了 这个基础很稳 你像偶一大师 廉池大师 他们的儒家基础 都很深厚 报家基础 都很深厚 你看看 偶一大师 有个四书节 他有讲 讲过 这是这个祝国 还祝过周一 这个印光大师 这些都是过去的 国学底子 很好的 他有这个很好的根 他学什么都 都容易成就 所以这三年 我们把这个根 扎好 扎好之后 就一门深入 其他什么都不讲 专门就学习华言 副讲 副讲 我自己的体会 真的是好 像文昌帝君 英志文 这个呢 是师父上人同意 让我呢 用学习心得 报告的 这样的形式讲 这是有自己的 一种学习心得 在里面 但是我讲这个 地藏经 讲十三夜道经 讲这个 中风三十系念 这个佛法的经典 我就没有 加自己一次 我是副讲 那个受用 确实是大 我是浓缩的 十三夜道经呢 师父讲了 八十个小时 我把它浓缩成 十六小时 五分之一 地藏经 师父上人讲过 一百一零一个小时 我把它浓缩成 五十二小时 二分之一 三十系念 师父讲过 一百一四四个小时 我把它浓缩成 四十个小时 这种啊 就是提炼精华式的 副讲 我觉得受用很大 对自己受用 那么这些基础的经典 像孝经啊 音质文啊 师父没有去详细讲解 那么让我们来啊 这个补充 把它补出来 这个我们呢 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 共享给大家 请大家指证 但是呢 这个对自己提升的效果来讲 真的不如副讲好 这个帮助大众啊 可能会有点效果 但是对自己 还是副讲啊 殊胜 那这个 我们这种根性啊 可以说是比较劣 不够老实 那师父看到我们呢 没办法 就给一个大经 让我们去学习 如果华言经 那副讲 恐怕讲下来得十年了 真的是十年 一闻深入 你就讲一遍 这个效果 有多好呢 我们现在还没试验 师父老是讲试验嘛 你得试验才能证明 我们想去试验试验 看看呢 是不是师父上人 讲的真有效果 到处拿出证明来 这就好了 这是将来这个一个打算 那么当然 这个不仅是啊 华言 还有其他的 这些如是道三家的 这些宝典 每一门都可以选择 都能够啊 一门深入 师父是希望啊 去培养 如是道 这个真正啊 有成就的人才 那没有安心下来 不容易 这个外面的晨老俗世啊 这就是纷扰 我现在是在实际禅室啊 已经算很清静了 基本上都不出门 这个偶然 到街上去捡个法 这就出门了 其他时间都不出门 但是呢 就下来还得吃饭 吃饭呢 也不少人遇到了啊 他的围让来 要讲话 就不好意思拒绝 这些呢 必定也是干扰 所以真正啊 这个有这样的因缘福报 能够一个很清静的环境 你去修上十年 我想想 十年下来啊 每个人都能出去 就在我们肯不肯干 下面一个问题 墨学带一位女同修 请问他父母已过世 由于父母原住房拆迁 给了一笔钱 几个儿女啊 分配 他得到父母的三万多元 自己正好买房有债 就把分到他的这三万块钱啊 还债了 可是有居士说 为什么不把这钱为父母做功德呢 请问钟博士 这钱已经花了 他想找别人借钱 补父母的钱啊 去做功德 过世的父母是否能得利益 这个问题呢 是个现实问题 你要是把这钱拿去还 拿去这个还债了 当然你就不能够去布施了 可是你债也得还 你要把这钱拿去布施 那债谁还 对吧 你债得先还 然后再有余力 你债哪里考虑啊 才布施 那么这个功德 我们要知道 跟你布施的钱多少 不是啊 这个直接的关系 是跟我们的诚心 真诚心 有直接关系 假如我们现在没有钱 能够拿出十块二十块 去布施 这个功德 绝不亚于那个有钱人 拿出十万二十万 为什么呢 就是按比例来算 你的这个财富 就这么一点点 拿出十块二十块 已经是很大比例 你都拿去布施 你看这个真诚心 当然比那个富人 要强啊 所以得到的功德就大了 这个礼就摆在这儿 《了凡四叙》里面记载的 一位贫女 她全身的 这个钱就两文钱 统统拿去布施 这个供养寺院 她得到了福 比她日后啊 入宫富贵了 当年贵妃娘娘了 布施千两黄金 这个功德还要大 所以这些我们懂得 况且做功德 也不是说 一定要用钱才能做 什么叫功德呢 借定会是功德 你持戒 修定 开会 这是真有功德 所以你老老实实 把地死规 感应篇 十三一道经做好 你五戒持好 你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最大功德 你真正往生 极乐世界了 父母肯定啊 至少是到道理天 过去这个婆罗门女 就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样子 他念佛念到 世一心不乱 父母从地狱到 超生到道理天 世一心不乱 这就由往生把握了 所以你要真肯干 要知道什么是真正功德 第三个问题 他在买房子时 由于钱不够 去找侄女借 但侄女不借 他很生气 最后 侄女迫于无奈 把钱借给了他 请问钟博士 是否被应过 这是被应过 这等于强迫别人呢 把钱借给他 这属于犯偷盗 那么拿这个钱去做功德 告诉你 没有功德 为什么呢 功德是借定会 你说他有没有借 他犯偷盗截 他有没有定 别人不借给他 他还生气 哪有定力 有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所以啊 这个我们自己要懂的 什么才是如法 来做功德 不是说你 这个拿多少钱 那叫功德 那全错了 做功德不是搞买卖啊 拿的钱越多 就买的功德越大 不是这个 第四个问题 新房子的钥匙 拿到手 先放哪部经 白天装修 晚上可以放经吗 怎样与众生念 这是 买了新房子的话 一般要放哪部经 那么建议啊 可以放地藏经 你可以放经文读诵 也可以放老法师的讲解 那么自己也可以读这部经 我记得我在过去 刚刚上大学 我们家就搬新房子 我们就一起啊 在那新房子读了七天的地藏经 那房子啊 也挺好 没什么问题 真是很吉祥 那么怎么样跟众生念叨呢 这都是回向啊 给众生 希望他们离苦得乐 往生善处 往生净土 这就好了 跟他们接好的法人 接善缘 好 下面 这个是辽宁省啊 盖州市来的同修 他说 平时听闻 晋空老法师的教诲 认真学习 师父让我们学习 蔡老师讲的弟子规 现在默学也正在学习当中 最近遇到一个修学当中的问题 请钟博士帮助解答 蔡老师讲 五年学一部经典 弟子规 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然后才能广学博文 那么像我们学佛弟子 在学习弟子规的五年当中 在早晚的课里 是否可以读诵 无量寿经 或弥陀经 这算不算假长 是否违反了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学习原则 如果是的话 请告知我们 怎样具体修学才好 这五年当中 学习弟子规 同时读诵净土经典 念阿弥陀佛 这个不算假长 这个很好 应该这么做 这没有违反一门深入 这个一门是什么呢 我们要懂的 我们这一门是定在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干的是这一门 要不然你干什么门 你不是想往生 你难道还想到 溜到轮回里面吗 你肯定是为了要往生 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 古大德说的好 要正住双修 正修 这就是信愿念佛 这是正修 什么是信愿念佛呢 我们通过读诵净土经典 听经 听净土经 念阿弥陀佛 加强我们信愿行 读经 听经是增加信愿 你明白道理了 信愿就加强 念佛是修你的行门 这信愿行 这是正修 住修呢 就是辅助的 那就以断恶修善为主 那就用什么呢 用地子规 感应篇 诗善一道经 这个三门 就是如诗道三个根 是有次第的 先要学地子规 没有地子规 那后面呢 就根本不可能落实 所以蔡老师教的我们 五年学地子规 我们知道怎么学 就是要落实 断恶修善 地子规真正做到了 你成为善男子善女人 你信愿念佛 决定往生 这是师父上人讲的 不是我自己在这里造谣 师父讲的 反复多次提到 地子规能真做到 一心念佛的话 你决定往生 这助修很重要 正助双修 我们就知道 地子规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它对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这个 学习地子规 最关键的是落实 就地子规 你每天要做到 那人为什么会做不到地子规呢 因为心总是会迷 这是根本 心一迷了 行为就出偏差了 这就是忘掉该怎么做了 现在一般来讲 学了地子规的人 都知道怎么做才对 怎么做才错 他知道了 可知道了还改不了 地子规不能落实 我们说业障习习重 为什么呢 心呢 没常常在道上 还会迷失 所以啊 地子规啊 他不仅要在行为上做规范 还要去规范我们的心 那心上 我们最好的修行方式 就是念阿弥陀佛 用念佛来常常提醒我们觉悟 不迷 你试试看 如果你一天从早到晚不出门 一个人在家里 就念阿弥陀佛 然后你到晚上对照一下地子规 你肯定啊 我想没有99% 也有90%你都做到 为什么会做不到呢 一出门就忘了 一遇到人事物 这些境界线前 就把地子规的忘掉了 这什么心不清净 所以要用念佛 把我们心呢 这个清净下来 所以啊 正住双修 是相辅相成 念佛是正行 正修 他帮助你住修 住修也能帮助你正修 这个要相辅相成 但是呢 这里头不要再多夹杂了 多夹杂 我们受不了 这是我们自己要懂的 看自己根性 这个地子规要是不能落实 你再学太多 确实不容易 那我们现在确实也讲了很多不同的经典 刚才提到的 这些呢 其实啊 都跟地子规相应 都是帮助我们学习地子规 都是地子规的注解 这我们就明白了吧 地子规 所以他不是就是字面上的 一百零八十个字 一千零八十个字 他是这个真正啊 在生活中方方面面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各方面的落实 那么你要解得深 你才行得得利 所以我们这些讲解 都是杂梗教的 解要越深越好 你地子规 你看父母呼应无还 就这一条第一句 我记得当时我们讲过十一个小时 就这一句话 这句话确实可以解得很深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典 都是这句话的注解 那我们在那时候讲过地子规 这个我们也这样提 《华言经》乃至三藏十二部 都是父母呼应无还的注解 你真正做到父母呼应无还 你就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 所以众生心应所致量 众生有什么需求 你马上 随感随应 这叫做父母呼应无还 这个解要什么 那么行就越来越得利 所以真的要学五年 这个只是扎的根越深越好 好 下面一位同修他问到 他说 赞叹您和蔡老师 墨学也属牛 只是墨学是愚钝的牛 墨学一年前曾经发心学讲经 在家学习老法师您和蔡老师的讲座 近日一位老居士热情要求 要求墨学到他们的念佛小组讲弟子规 墨学开始推脱 感到自己太浅漏 后来接受了任务 现在墨学忐忑不安 墨学发心 想讲经 身边无人指导 只是下载了老法师的培训教学NP3学习了 但是内心没有底细 恳求中老师百忙之中 慈悲指教 这个指教不敢当 我们都是跟老法师学习 老法师怎么讲 我们就怎么做 听话 这就好 那么怎么做呢 老法师反复强调 扎根 至少三年时间 这个扎好 如是道三个根 弟子规 踏上感应片 十三一道经 这三门要做到 这个做到 不是说你只会背 这三不经你会背 这就做到 不是 真的条条你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 盖人处事皆悟 你没有过失 你与善相应 这就做到了 真的你的心地 转了 转恶为善 就像音质文里面讲 欲广府田 虚凭心地 这心地上 真转 不是这个会背 会假 也不是啊 在行为上 做个样子 行为是内心的凡 装模作样也不行 内心真转 这就真做到了 那个根就真有了 但是这个根是扎在 心地上的根 那么这个方法 最好的是教学相长 那么有这个姻缘 来洗脚 弟子规 这是好事情 应该去承担 这个自己 诚惶诚恐 紧紧慎慎 去好好备课 自己好好落实 把自己学习的心得 跟大家报告 这多好 那么讲出来 不仅是提醒大家 更是提醒自己 所以教人 即使教己 自己得的利益 是最大的 那么自己讲了 在台上讲了 在这个生活当中 真的要落实 要不然被人看穿了 很难为情 就逼着自己 真干 那么弟子规 最好的方式 是讲自己 学习心得 蔡老师 为什么讲弟子规 讲得好 他真的学 他有心得 还有胡晓林居士 我们师父上人 最近让他讲 他也在真学 也真的有心得 就感人了 你自己真干了 你讲出来的是 你真正内心里的弟子规 不是别人的弟子规 我们师父上人 曾经就说过 我要听是听什么呢 听你自信弟子规 什么叫自信弟子规啊 就是你自己内心里 真正出来的心得 像夏连居老居士 这一首诗讲得好 他说 杂货斑斑别处卖 自驾豆浆 这个 这个豆浆啊 自驾 这个 滴滴熬 这个意思 就是讲 你的一些杂货 你要贩卖别人的货 不需要了 你到别的地方卖 我何必听你的呢 我直接听 原版的不更好 我要听的是你的心得 你自己真的熬出来的豆浆 那就是感人 下面呢 这个问题说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环 这句话是勉励的话呢 还是事实真相 为什么这么严重 是假话 不是真的 佛家不达妄语 也不讲虚狂语 都是实实在在的 实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那为什么有这么 这个大的果报呢 施主一粒米 就有像是 须弥山那么大吗 真的 这是法院朱林 你就记下这样的故事 这个 古时候一位高僧大德 他在一方红化 那个地方的人 都很真心供养 不实 其中有一位贫穷的女孩 穷到自己 这个连衣服 裤子 都跟他的 这个妹妹 换着穿 穷到这个地步 都不能有自己的 一件衣服和裤子 他就想着要布施 家里穷的叮当响 最后呢 好不容易找了十厘米 十厘米 拿出来布施 怎么布施啊 别人都可以亲近 这个大师 他不行 他就想了个方法 到了晚上 因为他自己穷的 没有裤子穿 他只能晚上 半夜三更 摸黑出门 不让人看见 拿着这十厘米 爬到了 这个寺院 这个围墙外面 发了个愿 说我希望 这十厘米 供养 大德 希望我这生生世世啊 就不要有这贫穷的果报 将来能够修到成就 然后把这十厘米 就往这寺院里扔进去 他还发愿说 假如这十厘米 真有供养的功德 明天早上 这个饭菜 这个饭呢 大家看的是黄色的 第二天早上呢 大家一吃饭的时候 看到那个米都是黄的 后来问起来 哦 才知道昨天晚上 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 这说明什么呢 他发的愿太真了 感应就不可思议 后来这个女子 大家都供养她 周记她 真的就改变了贫穷 后来她也出家了 修道去了 有愿必成 那么反过来 如果接受了 这样施主的一厘米 要是不真修行啊 怎么能够受得了 那将来可是有的话 真的是大如去迷胜 这个他的这个供养 是跟他真心相应 所以心量无穷大 你这个米就无穷大 那我们不是用真心修道 那个就难了 那真的是披毛带脚换 下面呢 有一位同修 他的问题很长 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他父亲呢 得了癌症 已经不治 惋惜了 扩散了 那么他自己呢 这个家里啊 也有不少家务士 还有照顾父亲 那每天呢 不知道 这个要读什么经好 时间也很紧 地藏经啊 还是观音圣号啊 还是念佛啊 还做什么功课啊 还学弟子规啊 很多样 他自己呢 不知道怎么样子 抉择 来帮着他父亲 那么这个事情啊 要这样 这个功德不能贪 为自己父亲 你发愿 最好是念佛 就学光木女 就学婆罗门女 超度他的母亲呢 你看就凭一句符号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专念 弥陀圣号 这是最殊胜的功德 希望你的父亲 能够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愿必成 这个如果搞的项目太多 确实心会乱 会散乱 这个夹杂 效果就没那么好 所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一闷深入 这个道理在此地 不夹杂 心力集中 功德就大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分享到此地 谢谢大家 如果有讲的不妥之处 恭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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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